這個就是政治語言 為什麼說這就政治語言 在這個案件裡面 其實高宏安的所有的言論 我們發現第一個特色 有沒有他的律師出來幫他講話 他有沒有他的律師 去幫他提出一些法律上的說法 來駁斥這個起訴書 哪裡對他不利 沒有 對 全部都他自己在講 對 其實我必須說 身為一個律師 如果今天我真的接到 類似高宏安這樣的客戶的話 我是會很苦惱的 因為 因為如果我真的要 從法律上去談論的話 可能會太生硬 可能不容易讓民眾瞭解 所以高宏安的整場的記者會 還有他到目前為止的所有發言 不管是這個文字或是口語 他其實都是故意抓幾個法律字詞 然後其實接下來都在講 自己想講的話 例如他說 我希望你調查對我有利的證據 你都不調查 這件事情他現在說出來 誰能回應他呢 其實沒有人可以回應他 因為正常的一份起訴書 裡面當然都是記載 對你不利的證據 因為我把你起訴了嘛 那至於說所謂有利證據 有沒有調查 你要到法院開庭的時候 才知道啊 檢察官其實都有查 都放出來了 都在捲證裡面了 所以他講這個話是利用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去查證 好 就是我們一般民眾或新聞媒體 根本都查證不了的時候 他講這句話出來 爭取他自己民眾的支持 那我說律師放生很痛苦的原因 是因為說像這樣子的當事人 你不讓他講的話 那將來輸了 那都是你律師沒有處理好 那乾脆你愛講什麼都講什麼 因為以他的案件狀況來講 說真的要救真的是太困難了 還不如就讓他好好說吧 讓他講一些他想講的話 反正最後輸了 他就說是這個司法不公 就說是法院對他不好 就是律師也不扛就對了 這個法律責任 然後因為到時候 對 律師出來講 那最後還是判有罪的話 那不就變好像 那你為什麼不讓我講一些 我想講的話 還不如就讓他去講 不好意思 我改過日清 因為我很怕剛剛反串人家 當作真的會變嗎 被截 被截了下來 很簡單一點 就是說好這些助理 他說這些助理是志願捐的 是樂捐對不對 那那個檢察官說不是 那我們看是不是 其實很簡單 我們用邏輯來分析 我們不要先入人於罪 第一個 如果是志願捐的 那就是可以捐 可以不捐 那就是要有人捐 有人沒捐 但是除了他男朋友 每個都捐 並沒有一個人可以選擇說 我不捐 要是你找得出一個人來說 我不捐 那你可以成立 所以第一個 這不能成立 第二個 如果是樂捐 志願捐 那我就是有時候捐 有時候不捐 我這個月錢比較緊 我不捐 我下個月錢多一點 我捐 那錢的金額會不一樣 可是你全部都一樣 而且不夠你還要補 那第三個 如果是樂捐 那你愛捐多少 就捐多少 那一定可能說 我這個月捐三萬 下個月捐五千 下個月捐多少 數目字應該是變動的 結果也不是 也是固定的 他的數目字有變動 但是老闆跟你講到 這個最後個位數 幾口銀都要很精準 對啊 所以所以就 所以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你從這個有人捐 有人不捐 有時候捐 有時候不捐 有人捐這麼多 每一次捐的多捐的少 就證明這不是樂捐 實際上沒有這樣的樂捐 還不強迫 但今天來賓全部捐一日所得 就記這個河北水災 那這樣樂捐嗎 對不對 所以這很簡單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你這個錢 所以大家說這點錢 算什麼 重點就是說 這個錢 你是大家做這種事情 就公家在用 就算你這是公基金 那如果是公家用 可是你為你自己用 那你要怎麼解釋呢 你說吃飯 為了我們立委的職權 要聯絡感情 洗頭為了立委長得漂亮 這樣這個形象好 這是有利的 那我就請問 那你買衛生免也要人家出 那是為了立委的什麼 立委的健康嗎 對不對 而且你這個錢還沒還 你不要說你有還 你這個錢是沒還的 如果你有還 表示說你不該拿這些錢 對不對 那你有還 結果你有一些錢沒還 那就表示你侵占公款 這個法律標準 如果說像明顯講的是說 以前一些舊的立委 什麼狀況 我覺得這個標準 遲早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還是要重新檢討了 那你要放寬 第一個立委跟議員不一樣 這個基本這樣的說法 就不可能通過了 現在的話 我覺得不太可能通過 再來就是說 真的個別他使用項目 是私用還是公務這樣子 其實現在法官 尤其像這種矚目案件 法院在審理現在來講 也不可能這種 做出這種讓一般民眾 都無法接受的 這種論理方式 那像這個案件裡面來講 其實檢察官已經扣掉了 他已經扣掉了 但第一段就是在你福報 不管福報加班費 福報助理費 這一塊福報的總額 他已經把你扣掉 就像剛剛明顯說的 如果是私底下請了助理 然後要花錢 檢察官現在都已經先扣掉 其實照嚴格法律來講 還是不可以 我補充一下 在過去幾個立委的案例裡面 李慶華 因為他後來就逃亡了 所以那個案子就起訴 以後就擺在那個地方 無層點 然後無層點的案子最有趣 因為他判無罪 無罪 他是用人頭 那那個判決書有看過 所有的 所有的他其實也有 也有那個人頭 他其實就是人頭 人頭助理 但是他證明了一件事情 剛剛明顯有講到關鍵 他全部都是因公支出 婚章喜慶 公跟私要切開了 他沒有私的 然後然後像以前民進黨籍的 像陳寅 他先生是他的助理 然後那時候被檢察官調查的時候 是說他先生在國外 你怎麼可以掛名助理 後來他出示證據說 他先生雖然在國外 但是有幫他做助理的事情 比如法案研究 然後有回國 所以檢察官會在講 既然你有回國有做 好也就放寬了 所以在這邊所有的狀況裡面 有比較有趣的就是說 李慶華因為他跑 為什麼跑 因為有兩個是跑了 一個是李慶華 另外還有一個 管我 也是剛好是國民黨籍的 就這兩個人都跑 跑了以後那個就通緝 案子就停了 那無成點是現任 現在他也在新黨黨主席嘛 他那個案子裡面就很清楚 他證明了他自己所有的助理費 全部都因公支出 在這種狀況之下 法官認為他無罪 那高雯安只要證明 我所有的支出 不能用大水庫 所以我所有的支出都在因公 我的雙眼皮貼也是因公 所有的都因公 所以我才說 我覺得他已經來不及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要還錢 對啦 這個就是他要 他要有好的律師 所以他來不及了嘛 對 剛剛明顯講的 假如我們都把它擴大 就是說因公支出 還有東豪哥講 因公支出沒問題 對不對 因公支出沒問題 你就不要還 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請教律師 因為黃珊珊 這個他到底是要幫 還是要怎麼樣 他們想 他們想的 因為黃珊珊本身是律師 所以他們想了一個 算是一種開脫的方式 因為現在檢查 檢察官是貪污制罪條例 對不對 而且這個涉貪是七年以上重罪 他就想了一個 如果按照最高檢察署 去年二月才統一的法律見解的話 公務人員 詐領加班費 相關補助費 這個叫做普通詐欺罪 這是他想的一個解套 的方式 那這一個部分你怎麼看 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因為黃珊珊也是律師 那也這麼長期的 不管民意代表或副市長任內 其實這樣的一個開脫方式 有沒有用 第一個我們先回到原則 本來 本來 他的本質就是一個詐欺罪 只是差在說 是用刑法詐欺罪比較輕 還是貪污制罪條例裡面的 詐取財務比較重 但本質都一樣 所以其實這種辯解方式 我怎麼覺得有點在害高鴻安 因為這種意思就是說 這就是詐欺啦 只是說用輕一點的判就好 不要用重的判 我覺得這個辯解方式怪怪的 那如果是這個詐欺的話 他的罪行是 當然他是輕很多啦 他都沒有下線了五年下 可是這就挑戰了 柯文哲的黨主席 對啊他說是清白的 可是如果是光這個說法 本身我覺得就很糟糕 因為他會變成是有點是幫我的被告 承認我犯了詐欺罪 可是我的被告沒有要認罪啊 你怎麼自己跟他講的 那不能找黃森森當律師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最高檢的確去年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函 這也要先說明一下 他指的不是像我們這種案例狀況 他指的就是一般的公務員 一般公務員 那你在報加班的時候明明沒沒加班 你給人家自己偷報 自己想要偷這筆錢 可能加兩小時 但是變三小時 變三小時 那種情節 你去偷占了這個國家便宜的 這種事務官 你去偷占國家便宜 那因為那個時候是什麼狀態 是因為整個都在辦這些所有的貪污 還有選罷法的案件的時候 所以最高檢針對這樣子的項目 相較之下是比較輕微的 所以想說針對這些一般的公務員 如果犯的這種 然後錢也不多的話 用刑法辦就好 不然的話這個貪污自罪條例 就是七年以上重罪 這是一個行政上的一個便宜措施 可是本件的狀況不是如此 高宏安他是怎麼樣 明明公務員就沒有要偷報錢 他們加班幾小時就幾小時 我有助理我的薪水多少就多少 可是高宏安叫我要多報 是我的老闆叫我多報錢 然後把多報的錢再扣回去給他 讓他去使用 所以跟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最高檢的這個狀態是完全不一樣 那不過因為這個黃珊燈 他們在這樣新聞稿上 或這樣子去發布的時候 我想一般民眾也沒有能力去區別 這個裡面很細微的差異 這個真的又是一種政治性的說法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還是覺得這樣不太好 因為這樣講 等於有點在幫當事人認罪 黃珊珊就是因為他是律師 他知道這件事 他知道明年高萬安被停職 所以說如果現在高萬安把黃珊珊 證明為副市長 就是黃珊珊接下來會接代理去 所以他現在一定要力挺高萬安 到時候才有正當性的去接高萬安